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和大家聊聊恐怖庞大的维稳力量 一次在和朋友交流的时候 朋友就感到非常的绝望 说到现在中共那个庞大恐怖的维稳力量 谁又能击败他们呢 在如此高压的统治之下 作为普通民众 老百姓永远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那未来的民主革命 或者说是民主转型 又能有什么希望呢 那我当时的反问就是 说到当年苏联的克格勃 这都知道吧 可以说是威震天下 那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恐怖组织 说到那边东德的史塔西 那也是威名赫赫呀 当时周围四个人中 就有一个是政府的眼线 可以说那就是无孔不入了 但像这么厉害的维稳力量 在当时转型的那个大潮中 并没有发挥人们想象中的那种维稳作用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 好像都没有看到过这些人的身影 这又是为什么呢 既然最终的结果是这样 那这帮人他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今天顺着这个思路就给大家回顾一下 说到当年那个令人谈虎色变 闻风丧胆的克格勃 那你们最后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在最后那几天关键的时刻 怎么没看见你们干活呢 当然说到维稳力量 首先还是要说到军队 苏联军队在819事变的时候 当时有420万以上的浩荡大军 但当年在这个时刻的这支浩荡大军 当时正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 像戈尔巴 娇夫上台以后推行他的新思维 苏军就撤出了阿富汗 另外从东欧开始大面积撤军 撤军之后那当然就是裁军了 要这么多军队干嘛呀 当时有大批的苏军从东欧和阿富汗撤回到国内之后 导致在苏联国内甚至营房都非常紧张 说到当年的英雄 这支苏维埃的铁拳到这时候混成了连住处都没有的丧家之拳 苏联军队当时的状况说到官兵没有营房 而且被广泛的拖欠军饷 人们的思想迷茫是人心惶惶 得知人家那边美国军人的工资之后 当时的国防部长亚佐夫大将说了一句著名的话 我要是能拿到美国士兵的工资就好了 一国防部长挣的还没一个美国大兵多了 另外在这时候戈尔巴乔夫主动放弃了原有的经济殖民地 原来整个东欧它的势力范围有一个惊户会 到这时候内部的那个经济循环已经被彻底打乱了 那时候又赶上石油价格低迷 大量的外边的搏来品冲入了市场 没少有中国的当时也没少去 改革派当时为了邀买人心也挥霍光了所有的外汇储备 苏军当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 不只是浦东士兵被拖欠军饷 当时就连退休的那些顶级的科学家 一个月相当于10美元的那些退休金当时也发不出来 说到这时候军队因为改革变革的潮流在社会上蠢蠢欲动 在底下已经暗流汹涌 当时在戈尔巴乔夫的治下马列主义基本已经给否了 说到社会主义已经被定义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社会上的人心散了军队上的人心也都跟着散了 从士兵那说苏军的文化教育和中共军队的文化那是一样的 大家都被训练成了工具人 机器人 基本不能有大脑 说到基层军官 此时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 这国家的未来将会如何怎样 谁也没数 所以这帮人就都在观望 首属两端 谁也不愿意在这时候站出来来承担责任 比如说这派在那让我开枪镇压 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将来会不会遭到清算 所以这时候作为中级基层军官 大家都在那装傻 等待上边的命令 而作为高层当时组织819政变的 这中间有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 军委副主席 有国防部长 有内务部长 有克格勃的主席 有克格勃的保卫局长 说到这几位 各个手握生杀大权 但是到了最后时刻 这些掌握国家暴力机关的负责人 大家都预感到那个大杀江青 民心所向 大街有多少人 你看不出来嘛 所以当初这八个老头 没有人有背水一战的勇气 下那个鱼死网破的决心 等于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在那几天的时间里 大家呢彼此之间 他们互相也在看 因为呢当时的俄罗斯 具体就是莫斯科的情况 就在窗户外边那摆着 这民众呢都在大街上 当时摆在这些人面前的 其实就是一句话 那就是如何处理这些民众 这里边无非那就是开枪还是不开枪 当时那八个人是犹豫良久 让军人向民众开枪 这可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可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 最后呢亚佐夫大将下令军队进入莫斯科 但是军队呢接到的命令是 你们去维护社会秩序 而不是去战斗去杀人 军队甚至连抓人的权力都没有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当叶利钦站在那个坦克上 用小喇叭就把这帮大兵给骂跑了 因为军队呢根本就没有接到动手的命令 那你上边不下命令 那作为基层军官 大家也乐得顺坡下驴 作为基层士兵呢 苏军的教育里边有这条 说到建立军队 不是因为国内条件的需要 而是为了保卫国家 不受国外敌人的侵犯和入侵 这个是平时这么教育士兵的 正是基于这么一个牢固的使命意识 这苏军就确立了绝不向自己的同胞开枪的这么一个政治原则 所以当部队进入到莫斯科 包围了叶利钦所在的那个俄罗斯议会大楼 就是那个小白宫的时候 当面对成千上万的民众 在那挽着胳膊在那保卫这个白宫的时候 亚佐夫是一遍又一遍给前面的那个基层军官打电话 反复强调不容许发生流血 不但很多军官当时坚决反对动用武力 即使是士兵也没有人打算向民众开枪 面对保卫白宫的那些普通老百姓 这里边有妇女儿童和老人 军方没人下这个命令 即使下了命令 前面也没人执行 当时在莫斯科街头出现了很多感人的一幕又一幕 有一位军官当时跳上了那个砖甲车的车顶 就像周围围着的那些普通民众就宣布 我们是来维持首都秩序的 不是来镇压老百姓的 你看拿出枪来 我这枪里就没有子弹 而且我们这个步兵战车里 你们进去看里边根本没有炮弹 结果有的军官一看老百姓不信就纵容那些民众 你们就爬上坦克 你们到里边来检查 同时很多老百姓在坦克上就举着那些标语 他们也不管 这时候就有士兵和外国的记者 给这些大兵开始送香烟 送冰激凌 包括送那些外国品牌的啤酒 这帮单官一看干嘛干嘛 最后士兵和莫斯科的那帮姑娘们在坦克上就并排这么坐着 互相你捅我一下 我捅你一下 是有说有笑 那帮士兵们一看肩膀上披着 就是那些士兵的上衣 那些军的衣 鲜花都给插在坦克的那个炮口里边插炮桶上 回到克里姆林宫里的那八个人 说到这八个人呢 大家当时都是平级的同僚 平时互相呢 谁也管不着谁 说到真正的老大 真正的权威 现在已经让他们给关在克里米亚黑海的那个别墅里了 那你说这八个人谁说了算呢 谁最后下那个血腥的命令呢 谁拍板呢 你拍了板你就得为历史负责呀 那大家都不吭声 都看这个亚佐夫 说到亚佐夫大将呢 本来就是戈尔巴乔夫一手给提拔上来的 作为军人 作为国防部长 你背叛总统 这严重违反苏联的这个军事的政治伦理 作为一个军人 背叛自己的主人 你是违反军人的伦理的 军人 你是不能有个人的思想意识的 你得绝对服从命令 必须绝对服从总统的命令 所以亚佐夫这时候心就特别虚 这时候一看 都看我干嘛呀 你们都不愿意承担历史责任 都指望我去沾一手血 那我也不干 吵了半天 最后商量出一个什么结果来呢 后来那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 在接受审判的时候他讲 政变的领导人们意识到自己会失败 所以决定放弃了 我们不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 看到有人流血死亡 所以说看了嘛 这就是当时最高层商量下来的这么一个结果 向自己的百姓开枪 那不是风魔一样的狂人是做不出来的 你看后来陆续倒了那么多的共产党 说到个个那也不是善男信女啊 但是在做出这个重大决定的时候 也都在退却 也都在害怕 谁也不敢承担这个历史的罪名 因为这个罪名它太大了 这个罪恶太深重了 说到这儿呢 我们要停一下 咱们说回到当年的六四 也就是在苏联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历史瞬间的两年多前 我想当时的中共高层也一度陷入到了苏联高层 当时同样的这个困境 当时也爆发了同样激烈的争论 要不要动手 说到当时叶飞 张爱萍等七上将有一个联名反对镇压 有这么一个行为 同时呢 当时聂文贞 徐向前等老帅 也都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而且当时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是赵紫阳 明确表示坚决反对 说到这些和后来苏联的那个状况 应该说是比较近似的 都说历史无法假设 但我们今天呢 还是要做一个假设 如果当时中国没有邓小平这号人物的话 没有这个人的一手遮天 他当时呢 调动大军下令杀人 如果中国没有这个人的话 就是刚才说的那帮人的话 那出现当时 后来苏联出现的这一幕的时候 那当时的中国的民主转型可能就从某种程度上就开始了 至少不会出现那么惨烈的结局 不会有那么血腥的屠杀 所以说呢 参照后来有那么多的国家 都过不了这一关 都下不了这个手 说到邓小平呢 是 他有改革开放的功劳 但是说到这个 这可以说是有历史之罪的一个历史的罪责 他是天涯海角也跑不了的 他早晚要接受历史的审判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回顾 如果当时没有这个人的话 大家想这情况会怎么样 特别是呢 到了此时此刻 这已经是两年多以后了 苏联这帮人呢 已经看到了那个前车之剑 或者说 已经有了前面中共所谓成功的那个经验教训了 有先例在先了 但后来苏联高层的这些人 还是下不了这个手 还是下不了这个杀心的 说到这 这可不是怂啊 这就是在内心的角落里 还有一点那个叫良心的东西 所以说在这儿 今天我们讲到这段故事 也是要为当时那八个老头 也是要给他们鼓鼓掌的 那下边呢 我们就说说克格勃 军队呢 在那边装样子 都搂着姑娘那花都捅到炮筒子里了 这还打什么打呀 克格勃当时那帮煞神 他们在当时干什么呢 简单介绍一下这克格勃 说到克格勃威名赫赫 这个大机构 他下设十大机构 有16个行动总局 加上数量不明的大量的驻海外的工作站 他的工作人员的总数量在最高峰的时候高达50万人 其中总部机关的人员1万 从事间谍 反间谍和技术保障这些部门 大数是20万 另外手下还有30万军人 相当于中国的武警 在此之外呢 克格勃在全国各地还拥有至少150万名的县人 在国外还有25万的谍报人员 克格勃当时的年度预算是100亿美金 七几年 八几年 100亿美金相当多了 而且经费开支 不受任何政府部门的监管 在当时的人数的数量上 他们活动的能力范围 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力各个方面 另外世界三大情报组织 中情局 英国的情报六处 包括以色列文风丧胆的那个摩萨德 这仨和克格勃相比远远都不如 望尘莫及 那有人说呢 这克格勃就是对外的吧 不对啊 1967年的时候 克格勃可就成立了那个臭名昭著的第五局 这个局干嘛呢 一开始 专门监督知识分子的不满言行 后来这第五局逐步扩大 下设15个处 这里边有什么宗教处 文艺界和知识分子问题处 国际关系处 学生和无组织青年处 侦查匿名反苏文件作者处 现在有很多人写帖子 在苏联是有人要追你的 另外还有什么民族工作处 反犹太复国处等等 因为这帮人呢 任务大 这个任务也非常重 多忙啊 这个局的编制 从最开始的201人到后来 发展到了两万五千人以上 这个第五局的重点呢 主要还是针对那些异议分子 针对那些异议知识分子 科格勃内部呢 把他们就称为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局 在格尔巴乔夫时期呢 有人轻蔑的把他们命名为思想局 是专管人们的思想的 通过解密的前苏联党案里边讲 说到这个第五局犯下的罪恶 可以说是庆祝难输 仅1972年一年 他们就导致十多万青年知识分子 在流放中被饿死冻死 另外像什么著名的异议人士 那位核物理专家萨哈洛夫博士 也是被他们给抓走 从莫斯科一下给发到那个高尔基市那儿苦啊 包括像著名的作家索尔仁尼琴 在内的数十位著名的异议分子 都是被这个第五局注销了国籍 驱逐出国境 都是这帮人干的 所以说说到克格勃 这帮人可是什么活都干的 如果说呢苏联的加速帝是戈尔巴乔夫的话 那在他的上面 其实还有一位 这位呢可以说就是加速帝的老师 这位就是安德罗伯夫 安德罗伯夫执掌克格勃15年 大家想象啊 这克格勃那就是他的了 等伯列日涅夫死后 这位老哥呢接班 当时就提拔了两个人 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 这个人预备啊 这是未来的总书记 另一个就是自己的助手 跟自己多年的一个小弟 叫克留奇科夫 让他接管了克格勃 但是等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 开始改革的时候 本来说呢这两个失出同门的哥们儿 结果克留奇科夫和戈尔巴乔夫立刻就翻脸了 什么改革呀 怎么劝也不行 让他听 怎么也不听 最后啊 这位克留奇科夫就加入到了819政变的那个行列里 经常有人说呢 说这克格勃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也没干活 其实他们是干了很多活了 当时戈尔巴乔夫身边所有的警卫都是克格勃 接受克留奇科夫的命令 当时对这位老哥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控 到处都是窃听器 这两天习近平说这个孙立军大概也干过类似这方面的事 当时就是这个意思 同时当时对叶利钦 谢瓦尔德纳泽这些人 也都进行了同样全方位的监控 1991年的7月29号 这事是怎么发起来的呢 就从这天发开始了 这天呢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几个人 大家呢 开了个小会儿 一块商议 想撤换克留奇科夫等这些强硬派的人物 但这个谈话的内容被窃听器所截获了 于是在8月17号 政变就这帮啊 这一开始策划政变这帮家伙就开始开会进行策划 当时开会的地点就是克格勃下边的一个招待所 政变发动者呢 最后决定我们要实施军管 而当时决定负责来实施军管的 就是克格勃的两个副主席 加上苏联的一个空降兵的司令 到了8月18号 政变正式开始 戈尔巴乔夫的别墅的电话的线路被克格勃给切断了 当时负责保卫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克格勃第九总局的一位中将 到这时候就打开了戈尔巴乔夫别墅的大门 让政变的发动者进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别墅 要求戈尔巴乔夫要么你就辞职 要么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我们来接管 但是戈尔巴乔夫呢 当时还挺硬 挺有骨气的 就拒绝了政变发动者的要求 结果他就被软禁在了这个别墅里 当时克格勃第九总局派来了一些警卫人员守在这个别墅里面 禁止任何人离开 加上后来派了很多的武警 就类似这样的军人也都参与了封锁戈尔巴乔夫整个的别墅 克六七科夫呢 这时候一看动手了 这时候他宣布了一件事儿 他给所有克格勃的特工涨了一倍的工资 翻倍 同时命令所有休假的克格勃的特工全部立刻回来 随时待命 之后政变正式开始 克格勃就下达了对叶利钦等人的逮捕令 所以说这些人当时挺忙的 都干事儿了 但是三天的时间过去 政变者呢 在莫斯科没有能够拿下叶利钦的那个小白宫 当时奉令取叶利钦向上人头的阿尔法小组 拒绝执行命令 当时是接了 但进去了不干 这边你光拿住格尔巴乔夫是没用的呀 在莫斯科那边你必须得成功啊 最后三天过去 莫斯科形势开始发生大的变化 军队开始反水 叶利钦开始反过手来 控制了局势 并且立刻派人到克里米亚的那个黑海别墅 去解救老哥 这局面到这儿 一下就翻了过来 在下期的节目里呢 给大家讲讲1991年8月21日的这一天 也就是整个当时819政变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跟那个电影《教父》啊 最后不有一段算总账的高光时刻吗 跟那段有一拼啊 非常的惊险刺激 下期节目给大家讲讲这一天发生了多少事 同时呢 也就在这一天 科留七科夫被捕 到这儿呢 等于克格勃 没了老大 到这儿 那就没有人再动了 老大没了 那你俩副主席也都被抓了啊 包括刚才说的那个行动局的局长也被抓了 到这儿以后 那就没人再动了 从这儿以后 一直到苏联解体 就再也没有克格勃的节目了 他们就完全就换餐了 接下来呢 就是苏联解体 叶利钦几乎接管了前苏联 他上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坚决解散了这个克格勃 他把克格勃是一分为四给剁成了四段 后来呢 分别是联邦安全局 对外情报局 通信与信息局 下边不还有三十万大军吗 还原来相当于武警一支军队 全部划归了边防局 这克格勃到这儿彻底就消失了 等于到了这一步呢 就算是树倒狐森散了 之前克格勃里面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员留下来继续工作 但是大批的外秦特工 这就没法安排了 说到这些人呢 可都是曾经帝国不可一世的精英啊 很多人都是有着特殊能力的 但你有的这些能力呢 和现在你谋生无关 一点关系没有 最后没办法 很多人原来都是位置很高 非常厉害 军衔也很高的 现在只能去到歌厅 给人家当个保镖什么的 你像那位普京上尉当时回到了俄罗斯 没办法 只能去开出租车 开黑车 挣钱养家呀 说到很多人呢 当时突然失去了工作 你又不会什么别的技能 你什么电工 水工 干别的 你又都不会 当时的日子过得是非常苦的 普京呢 在克格勃干了有16年 他的兄弟特别多 后来在俄罗斯政坛上出现了一股力量 他的名字叫希罗维基 俄语翻语过来 希罗维基 他的意思就是强力集体的意思 说到这帮核心的人员 想都不用想 你就知道这帮人是谁 这帮人的指导原则说来就是一条 绝对忠于俄罗斯总统 而总统就是普京 说到这个政治组织呢 它是无形的啊 就像是一个帮会 里边的成员分布在全国的各个地方 各种各样的岗位 这里边有当州长的 有当部长的 有当将军的 当然有很多都是一般的工作人员 据说那这帮人那都是后来熬出来的那帮克格勃 这帮人现在非常的有力量 克格勃最后的一个主席克留奇科夫 就刚才说被抓起来这位 到2007年才去世 在他活着的时候 他毫不掩饰对普京 这个他以前的部下非常的崇拜 他当时讲感谢上帝俄罗斯出现了一个普京 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一定会全面的发展壮大 而普京呢 对这个以前他连挨都挨不着 他从来也没见过面子这个顶头的老上级老大哥 那也是照顾有加 多次给他授勋 2020年普京第一次出任总统的时候 这位克留奇科夫让人大吃一惊 他就是受邀的典礼的一个主要的嘉宾 这是819政变的一个主要的参与者 怎么现在这帮人摇头摆尾又都出来了 就这么个意思 普京对这个以前不知道隔了多少层的老上级这么礼遇 为什么呢 这里边当然有对这个机构的感情在 另外呢 有对这个机构前辈的尊敬在 更重要的是什么呀 做这个 那是给散落在江湖的那些克格勃的兄弟们看的 所以说呢 说到克格勃现在在历史舞台上这是没有了 说到这帮人当时没有能拯救苏联 但是他们却掌控了现在的俄罗斯 当年其中的一个小弟变成了今天的俄罗斯总统 而站在普京身后的这股力量将掌控和左右俄罗斯很多年 故事最后呢 我们评论几句 说到暴力部门强力机关 说到像克格勃 史塔西 包括中国以前的东厂西厂锦衣卫 说到这些东西那确实是厉害 但都不能拯救一个帝国覆灭的命运 平时和老百姓单打独斗 那谁也不是这帮人的对手 但一旦成千上万的人起来 那个大势起来 凭这些小鬼你是阻挡不了的 暴力部门对于政治来说只能算是一个工具 比如说呢 算是一把剑 或者你可以干脆就把它叫做一条狗 说到这里边的核心问题 还是那个主人的问题 还是政治人物的问题 从前边那么多共产国家的转型的经验教训中 这里边的主要角色还是那些政治人物 像刚才说到的这些杂碎 你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弄不好最后还会反噬 还会反咬你一口 说到戈尔巴乔夫是被谁抓起来的 还不是被他自己的克格勃给抓起来 那帮人可是听他的呀 现在习近平是不惜功本 用超过军费的花费拼命打造这支维稳力量 只万着这样 他就能够坐稳他那个位子 让共产党的天下万年劳 殊不知 这和那个大政治相比 简直就不值一提 你的政治不昌明 经济不发展 导致怨声四起 天怒人怨 说到这些维稳力量 那是不管用的 历史上从来也没管过用 而且正是你这样的警察国家 恐怖治国 特务治国 反而会加速导致政治的败坏 经济的衰败 加速自己的灭亡 所以就不知道这个人 在这么多的历史教训面前 这里边的因果关系是如此的清楚 如此的明显 他怎么会如此的愚蠢和弱智呢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在下期的节目中 再见